如同其他的電視媒體環境 節奏緊湊與時間賽跑 今年蒂凡妮來到印尼大愛台實習 一畢業就決定要加入 雅蒂亞也是從實習生做起 如今成為製作人間主播 當年的衝勁依舊在 還多了一份穩固的情誼 可能有其他媒體環境 在這裏的系統也有出現 這裏會讓我們隔離 當我們很困難 當我們失敗 我們會有相同幫助 所以我們不會有問題 在外面 會讓我們出現 如同家人般的好感情 來自於有相同的社會責任 傳遞社會美善 也跟著報導的對象 刺激志工 走入養老院 陪伴長者 前往社區 協助議員 不同於其他媒體的 不只是觀察和報導 也身體力行 所寫所說 正是他們親身感受 這也正是大愛台 一直以來的堅持